西瓜爸爸学画画 嗨小可爱们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关于秋天的感恩节的南瓜小伙伴们 右下方的地方 眼睛先画一个眼睛 两个眼睛中间画一个小王虎做他的小嘴巴 在这个上面呢给他画一个虎 两个虎 左边呢画一个C 光虎光虎能看出它是什么了吗 是不是小南瓜呀 这里我不知道画多少 所以我先把它空出来 上面呢画一个巴 像这样一个弯弯的长条形 然后给他加一些 再加两个小虎 这里给他画一个叶子 一个尖角 再来一个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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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来 这是他的叶子 画一些燕麦吧 左边呢也一样 尖角 中间的尖角 两边的尖角 这里呢 这里呢我要画一个苹果 苹果一个大C 反正一个大C 嘿嘿 这两个半圆形就把它解决了是不是啊 嗯 画一个小角 一片叶子 一片叶子 画两个小圆 做苹果的眼睛 小苹果 小南瓜 找个眉毛吧 苹果和南瓜是不是 在左边呢我要画一个更大一点的南瓜 嗯 在这里画一个C 哦 右边画一个C 挡住了一些是不是啊 一直挽到这来 下面给它用弧线连起来 再画一个弧线 OK 一些 连绳的 线条 上面呢一样画一个斜斜的 有点弯曲的长方形 叶子 一个尖角 左边一个尖角 右边一个尖角 再来一个尖角回 收回来 OK 这个叶脉 它都一般是连到这个尖尖的 嗯 连到这个叶子的尖尖 一片叶子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再画一片也是可以的 这里的眼睛呢会比较大一点 嗯哼 它被遮住了一些 眉毛 这个嘴呢先画一个平一点的 现在画一个U 仿佛涂黑一部分 小腮红 OK 这样两个南瓜 这样一个平共就画出来了 我们可以让画面更丰富一些 比如 这里 掉出来了 一个叶子 嗯 肯定像一个小小的W是不是其实 收回去 收回去 叶子 这个后面呢 你可以就这个样子 也可以后面呢再给大家一点东西 比如你看啊 下面画一个 一个弯弯的叶子 一个弯弯的叶子 左边也画一个弯弯的叶子 上面是什么 你们猜 画一个抖抖的线条 一个椭圆形 嘿嘿 再给它加一个眼睛 小嘴巴 小嘴巴 猜到这是什么了吗 这是玉米 嘿嘿 这里也给它加一个哦 一个弯弯的叶子 弯弯的叶子 然后中间呢 用抖抖的线条 画一个 长条形 嘿嘿 两个玉米 这样我们一个 一个丰收的情景 就出来了 是不是 这个呢 是秋天才有的丰收季节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学习一下 秋天的英文怎么写 秋天的英文 有一个很简单 F A L L F F 秋天 F 然后呢 秋天呢 这个时候一般快到感恩节了 感恩节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吃南瓜派 是不是 我们要学习一下感恩节 怎么说的 T H A N K S Thanks 这个很简单吧 G I V V I N G Sanx GIVING 感恩节 秋天的感恩节 还有什么呢 我们画的南瓜 苹果和玉米 是不是有点多呀 南瓜怎么说呢 P 南瓜怎么P写的呢 P U M P K K K N Pupkin Pupkin 南瓜 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学呢 还有玉米 Coin C O R N 玉米 还有我们的苹果 Apple A A P L P Apple 苹果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配对游戏哦 秋天有很多果实 所以是Full 秋天马上就要到感恩节了 所以是Thanksgiving 然后呢 有很多的南瓜 Pupkin 还有玉米 Coin 还有苹果 Apple 今天学了太多的单词了 我要去休息啦 咱们下次见 拜拜